主要是做GeoSlope 编坡固定度的这一个东西 那这一个东西呢 我们英文叫Search Load 是一个应该翻译叫表面的复杂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是该怎么去做这个表面复杂 我们现在先把它移除掉 那重做一遍给大家看 这是开始就跑了 我们先把它移除掉 那没有之前也是可以分析 那我们开始把表面复杂把它加进去 它主要是在这边 Draw Surcharge OK 好,那你在这边 那你就 我们就把它这个加进去 那你这边你可能要给一个 比如说你是100 你要给一个OK 那我们就比如说按了这个到这里 OK 好,那这样就OK了 那你这边呢 这个 我们要用这个Modify这一个 对不起 因为它要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 在Define这边 这边会有Search这边 那你可以这边编 可以这边编 那比如说你是 你是X从0 那比如说你X这边你可以从1 然后到这个2 你这边可以看到它变化 然后你这个Y Y它一定会连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打到17的话 会怪怪的 我记得会怪怪的 OK 也没有 这个好像也有 OK 那它大概是照这个比例的 好 好 那我们一样就是可以跑 OK 那我们继续再做一下 如果你还要弄的 你可以在这个Draw 在这个Define这边 我们再来 我们再Search 下期你可以在这边再弄 你可以再增加一个 因为我们本来一个是1到2 然后我们假设 我们这一个 X3 比如说3 然后这个18 再加一个点 比如说到6 所以是18 OK 那这个就会出现了 OK 那关键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呢 你要给它定义一个 这个 这个 数据 那我们就 下期 我们Line2 这边要给 在这边给 给一个 比如说50 那我们就down了 那你接下来就可以去做它的分析 那这个就是这个 suchage load的这个 的这个使用 那如果你要想要移动它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个updify在这个upject upject这边 我们把它 把这个move 你就可以去move它 这个这样也可以 这是可以去move的 ok好 那我们的这一个范例 suchage load就做到这里 谢谢